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过这一组老照片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留存下来的影响 照片拍摄于清暮民初时期 镜头下从清军阔渡到新军的现代跨使兵 可以看到 此时围观的百姓依旧有许多人没有减去辫子 尽管此时减去辫子并不会有什么惩罚 但百姓此时依旧有着心理负担 照片拍摄于清暮民初时期 镜头下正在吃饭的男性从清暮过渡到民国 当时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由于清暮饱受猎强入侵 进而让当时的社会变得贫穷落后 大量流民产生 进入民国之后 由于此后军阀混战 让这样的乱局加剧 百姓们没有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照片拍摄于清暮民初时期 镜头下一名年轻的妇女和 他的孩子当时社会局势并不好 并且由于医疗条件 幼儿的死亡率非常高 从而当时的家庭都会通过提高生育率 来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够顺利成长 展开全文照片拍摄于清暮民初时期 镜头下一名都带行家的罪犯 脚上带着铁面 由于并非死刑犯 从而只需要到刑满日 便能够获得自由 照片拍摄于清暮民初时期 镜头下真在放牛的农夫 当时 耕地需要用牛作为劳动力 从而大多数农村都饲养了牛 照片拍摄于清暮民初时期 镜头下的儿童 由于此前并没有见过摄影机 从而望着镜头满眼的好奇 照片拍摄于清暮民初时期 镜头下的北洋新军部队 正在操练 此时的新军部队已经走入现代化 武器装备并不落后于西方列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